所以 大青町副總統在說的 我們慢慢慢慢 可以走到美國最核心的地方 這是全台灣人的狡猾 難道 難道 柯文哲你是希望走到中南海嗎 你是說台灣不要走到白宮 要走到中南海 那如果你說台灣的這個領袖 跑去這個白宮 是去應徵人家外用 柯文哲你如果要促進兩岸交流 你跟郭友誼一樣 全國都要走兩岸交流 你是你的腦袋裡頭 希望有一天 你能走到中南海 你到底在想什麼 這個地步都失去年輕人的選票 現在台灣的年輕人很聰明 比如說台灣的國家 這個國家的總統 走到白宮得好 還是走到中南海得好 但你也趕快去白宮嘛 所以這一塊他失去 要用這個轉移焦點 其實是因為他現在 那個白流的事情 他現在都說不清楚了 完全說不清楚了 他昨天講話的時候有很多前提 如果我有錯呢 他說如果我不對 我自己道歉就好 不用別人啊 所以他有沒有錯 沒錯 他也沒有因為他錯啊 他說如果我有錯 我自己道歉為什麼要靠別人 如果要如果要道歉的話 也是發言人啊 也不會輪到你林甄宇啊 他講的邏輯是這樣啊 問題是他那篇道歉文 四段裡頭 第一段說我是開玩笑的 第二段第三段陳志涵解釋說 那兩段是說我們辯解說 當時我們怎麼借怎麼借 有什麼募款什麼募款 第三段就是林甄宇說的道歉嘛 所以柯文哲你到底有沒有道歉呢 我們現在也沒辦法清楚 就像侯友宜到底有沒有跟韓國瑜道歉 現在也沒辦法清楚啊 政治人物柯文哲你們都公開透明嗎 有什麼話講什麼話 你問我好像這樣 到那個北流 是你一開始說什麼 你還沒卸任之前 你要辦一個見面會 粉絲會 音樂會 舞蹈要閉演唱會 好 這個之後 跟問說那你們申請北流的時候 你有沒有要收費 張宇的發言人說 我們辦在南廣場 那個地方是室外 我跟他問說那你有沒有收費 他說室外很難收費 我說所以你們有沒有申請要收費 丟掉 他說我回去查一下 那你為什麼會收費 如果是粉絲會見面會 收的費跑去哪裡嘛 在說的請做嘛 政治人物出來收錢 今天如果頂尾要沒款 他說我叫公關公司 錢都負責了 有人這樣嗎 貿款倉會負責 負責幾百 也要負責去什麼 政治現金專戶嘛 你參選人什麼政治現金專戶 賣去沒有這間公關行銷公司嘛 你如果沒有這間公關 現在喔 現在八千八百塊買票的人 錢是負責這間公司喔 這間公司的錢要怎麼回家 柯文作為民眾黨 對 這時候你民眾 如果沒在想 其實北流這案子 為什麼他要趕快游走你知道嗎 不是說不清他都沒理嘛 那個地方不能政治表演他知道嘛 對 他自己是要做政治表演嘛 要宣傳政績嘛 要政治募款嘛 做他自己說的 後來他都否認嘛 所以說不清沒得理 那剛才宜川點出一個很好問 很少人注意到這細節 收這個報告 比Blackpink還要貴的錢 他自己就說 是為募款啊 所以才訂這個錢 好 如果是政治性募款的話 應該要進到政治現金專戶 對 可是他現在把它辦成演唱會 用一個公關公司來辦 我在賠啦 公關公司辦收了這個錢 那演唱者叫誰 演唱者叫柯文哲 要不要勞務報仇 要通告一人 我請阿妹來演唱 那一場要付很多錢嘛 有那個價錢嘛 我請王毅川來演唱 他要叫我富士 吃比較壞 不然唱多好聽 他把他轉換成勞務報仇的時候 就變所得囉 算中的 這其實是不可以 刷魚料不解散 因為十點鐘到兩點鐘 從十點鐘方向一直轉 轉到台中市議長張清招之前 全部的議長都是聽郭台銘的 行程左熱右冷 右邊一平冷機機 好好讓他一趟而已 整趟放起來 吃飯吃了 整趟走去 立立反電的頂樓 開始離廚了 散播 小鈴 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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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